没错 我想你已经找出答案了 to left test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非常的简明 回避了处法甚至更复杂的函数运算 同时又可以避免误差 整个的消耗的时间 无非是常数的那么样一个基本的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我们首先要找到第一个点 以及第一条边 以下的事情无非是类推 依次类推 所以我们每次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去找离它的那个角度最小的 那么刚才那一步典型的也是核心的计算 就是在于如何找到s 而刚才我们也看到 s可能是剩下的那些点中的任何一个 没有关系 我们这里只需要对所有的那些点做一个便利 并且对它们进行一个筛选 这个便利不需要有什么任何的鲜艳的次序 随机的都可以 所以比如假设我们先选中的是这个点 我们先把它当成当前的s 先暂时记下来 好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碰到这个点 很显然 相对于刚才的这个点而言 这个点 left turn角度更大 所以它不应该被采用 会被屏蔽下来 没问题 接下来 我有可能会碰到这个点 这个点 相对于原来那个点来说 left turn的程度要小一些 所以呢 它更有资格成为s 所以我们就会从刚才的那个点 进化到这个位置上来 这又是一种情况 好 实际上无非就是两种情况 不断地进行迭代 我们说经过一系列的优化 我们最终会从n个元素中 挑出这个最大的 那么正如我们刚才所指出的那样 这里核心的环节就在于 当我们给定了两个元素之后 如何来判断哪一个的left turn 角度更大 哪个更小 这件事怎么来判断呢 其实也非常好判断 假设我们当前的candidate是他 这个时候如果碰到另一个元素的话 我们要做的事情只需要从k 这个基础性的那个点 和当前被认为是s的那个点 所确定的那条直线出发 以这条直线为界 我们判断c引入的下一个点 到底是在他的右侧 还是在他的左侧 如果是在他的右侧 那么这个s就需要更新 如果在他的左侧 那么就被他屏蔽住 不用更新 看到了 同样是to left test 当然另一种理解这个方法的 窍门是这样 我们可以把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作为一个排序任务的特例 也就是那个selection 选取问题 在n个元素中找出一个最小的 在我们这里讲是角度最小的那元素 你应该知道怎么找的 没错 那么你当时是怎么写这个算法的呢 我想你可能都不见得记住 虽然它已经很简单了 因为这并不重要 最重要最重要的核心的东西 是当时你的那个比较器 如果作为整数 一般的来说就是小于 小于等于这样常规的一个判断 如果是复杂的元素 你确实要写一个比较器 而在这里 相对于原来的那条边来说 新的这两个点 到底谁的left turn更小 本身无非就是抽象为一个比较器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 你要做的事情 无非是把刚才的那样一段 selection的很简短的几行代码 复制过来 然后把其中的那个比较器 替换成这里合适的一个 刚才我们所介绍的 to left test 然后呢 然后你就不用做任何事情了 它就会跑起来 而那个算法最终 就会给出这个夹角 最小的s 这样的话 我们就坚定的往前迈进了一步 而这一步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我们可以接下来迈出第二步 第三步 一直到最终我们出发的位置 从而完成构造任务